抓悠悠卡走出閘門 但頭上戴著警察帽子 腰間還有配槍和警棍 乍看就像警察搭捷運 但仔細一看警察制服沒有閉樁 正面也沒關閒 看起來不太一樣 原來當天這名秋夕男子 就在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出站後在附近閒晃 真的看起來怪怪的 連路過乘客都忍不住看一眼 根本就是冒牌貨 但要配槍跟警棍 民眾嚇壞報警 外表的話可能都不大準 最主要就是要 你要看他正經過那個警衛 都穿制服的話 大家應該都想說他就是警察 尋求一些協助的話 而且他身上又有武器 對啊會比較危險一點 穿假制服穿梭公眾場合 如果認錯讓民眾更加困擾 警方巡線找到這名假警察 被問到為什麼要穿制服趴趴走 秋夕男子公稱他是演員穿著戲服 但因為不想換裝才直接穿著走 不過不僅穿警察制服 還有玩具槍跟警棍 最後被以設違法才罰6000元 一般民眾如果穿戴警察的制服 跟徽章很容易讓人家混淆 如果在私人場合 穿戴警察制服的話 不屬於所謂的公然的要件 是不會受處罰的 捷運站內不只出現假警察 還有人在月台上 拿著玩具槍大搖大擺亂晃 嚇得一名乘客 趕緊帶著太太快步離開 還好最後只是虛驚一場 兩次的烏龍事件都發生在捷運板南縣 平時上下班人潮多難免造成民眾恐慌 警方提行亂穿警察制服最高會被開罰15000元 若冒充警察行使職權更會被處三年以下徒刑 無論是因為好奇還是想引起注意 這行為都處罰 也讓自己施上行責 TVBS新聞聯絡室 蘇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